文科院的一些健康零食 照片 看起来是有点诡异的 这个能蹲蹲蹲那么多下 哈喽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感想分享视频 攒了一包快递 我总是感觉我最近好像没有买什么东西 但是还是有大概十几个包裹吧 我都有点忘记它们是什么了 所以一起打开来看一下吧 这些是农科院的一些健康零食 我是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觉得特别想买 它叫全美玉米酱包 打开一个看看 它里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玉米饼 它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就直接煎它 给它捞成一个饼 或者是加水 然后可以做成玉米粥 然后我看那个广告里面就煎成饼之后 然后摇开撕开 它就有点沾点那种糯糯的 很好吃的感觉 然后很喜欢吃糯的东西 所以想尝一下这个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就是糯玉米粒跟水 所以感觉应该比较健康的样子 然后还有几个别的 这个是鱼翼甘蓝粉 我最近家里的早餐表长在做蔬果汁 然后蔬果汁也长着会用到鱼翼甘蓝了 然后要是用这种很多绿菜叶的这种菜 就会怕洗不干净 所以我想这个粉会不会好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叫买面皮 这应该是拌麻将的那种 比较健康的一个猪食 还有一包绿米续茶 然后它还送了一个杯子 一个棒棒杯 我能看到它是什么东西 如果买的凡士林 我这个冬天用凡士林 用的真的非常的凶 我录音这边放的这一盒 已经都用光了 然后我又买了两盒 这两盒比我原来的那个大 感觉要大一倍 然后我又买了这个凡士林的护准糕 有两个口味的 红的这个是玫瑰花 然后另外的这个是白桃味道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白桃的这个 白桃味道的东西 非常迷你的一个 就是这个好像都要用手 挎一把 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 可能有点不太干净 手有点不太干净 我还以为我把它的盖子白断 因为这个盒的盖子是连的 这个味道有一股奶奶的味道 我怎么闻着有点像红豆沙 就是像凡士林一样 挺滋润的 我觉得凡士林这个盒子 瞧起来的声音 还不错 就是这个盒子稍微有点大 另外这个大小的拿着叫着刚好 这个是一包餐间 餐餐间 这个餐间好像一般都是用来 这个写的是美容餐间 好像是用来洗脸用的 就是它这个上面有个小的开口 把它倒在手指上这样 洗脸用 会稍微有一点像棉花或者是 那种面前耳朵的那种面前耳朵的那个声音 因为它表面有很多那种飞出来的小杂子 所以划算起来的声音还挺大的 这是一个文美的一个辅助工具 我在一家文美的一个店里面买了一些东西一些比较新奇的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然后这个 有点像一个小工 应该是在它中间按上一条线 我买的时候以为它那个线应该是已经绑在上面固定好的了 我要是一起绑 我不太决定能不能绑得很紧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绑得不是说特别的紧 我想想就是弹它的时候应该有个那种弹的声音 弹弦的那种声音 但是我累的不是特别紧 所以它比较松动 我估计你们等一下会看见一些更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文美的工具 这一包是应该是上下的那个文美店里面买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上皮 这个好像是放颜料的小的纸套上带的那个被子吧 哦 这个是纸套的那个小被子 这个是套在手指上可以装颜料的 我以为它这里面的这个小被子应该是那种鬼叫软的 但是它是一个硬的 我原来想的是可以把它扣在我的那个领夹脉上面扭一下 旋转一下 但是它是硬的的话就不太好扣了 扣上去的声音可能就不太好听 这个是软的 那就是用这一套调颜料的颜色吧 然后还有一块这个 这个一个皮是一个脸的造型的皮 我其实觉得它就是看起来是有点诡异的 我本来也不太想买 但是 感觉还是想买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用途吧 不知道 大家看它会不会觉得很恐怖的样子 它这个还是有立体感的 鼻子这边的这个皮会更厚一些 面膜 面膜 这个好像是 蚕丝面膜 这个面膜 这张还挺小的 就要是盖我的脸都会不够盖 这个我看它是沾了水桌会变成那种半透明的 沾水桌的声感看起来很好的样子 所以后面会试一下它试着的时候的声音 这个是干铁铁 应该是一个脚步 然后加入ениеbeiten Una medium 等一下 久等待聽不免 還有剩下热的热的 México 吧 我觉得這個棋呢 好像把它那個不吐 那個聲音放大了 能等聲音聽出來它是什麼東西 這東西其實我是有的 但是為什麼又買了一吞呢 就是這個兵服的這個美容棒 能看到它上面這個白色的 relief 買這吞就是為了它 我其实 本人对这个 冰妇球的 这个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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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这个声音 其实没有太有感觉的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 好听 但是我不会速吗 所以我其实用这个道具 用带是挺好的 我本来有对懒左的 然后呢 我就最近在一些别人的视频那儿 看到有人用 他这个把手的这个地方 去当那个魔方的耳道 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 是这个冰蝠棒上面的 然后我就在思考 那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因为好多人用的 所以我就想 他肯定是从某一个东西上面拿下来的 然后我就刚好看到这个冰蝠棒上面 有它 然后我就买了 但是我感觉这一对冰蝠棒 好像比我那对蓝色的 声音更大一些似的 这是我原来的那对 哦 我原来的这对要小很多 所以他声音也小很多 也没有办法咕噜咕噜那么多下 哦 这个能蹲蹲蹲那么多下 又是一个开拐的枪头 又是他 有没有感觉很年少 就是我老公又把一个快递刀给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他又那次开快递 开快递的时候 然后连同快递刀一起扔掉了 嗯 第二次 最后一个快递不是我的 这是一个浴缸还水器 偿还水器 不会是 还水器 它就没头发了 打得沸浴在手术 还以为有魔忍给扔了 我们现在给出对人生去 转贴了 这要就是 Advisor 我应该怎么做 那你还是说 转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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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的转贴了 转贴了 转贴了 转贴的转贴了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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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好啦,这是今天所有的开箱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新的指甲板 终于把我新年的那个非常凉的 bling bling的指甲给换下来了 换下来它的手上面有一半的小钻已经都掉了 不知道它们都掉到哪里了 然后新的这个颜色是一个 神色大地的一个猫眼 所以就是有一种宝石的感觉吧 然后是这个牌子的这个颜色 今天最满意的套具其实是 我觉得我还挺满意自己能找到这个的 我们也会试一下用它上面的这个把手 泡沫把手去试着风放耳朵的视频 然后另外这个餐间 我觉得声音也蛮好听的 都是一些不识乎啊 但还挺好听的道具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帮我留言关注加点赞 感谢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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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